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就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此前 分别由俄罗斯和巴西提出的决议草案均未能通过 巴西提出的草案更是在只有美国反对的情况下未能通过 这一次表决 同时有两份决议草案 分别是美国和俄罗斯各自提出的 最终都没有通过 俄罗斯的决议草案是因为没有达到足够的支持票数 仅由美国和英国投下了反对票 中国 俄罗斯 阿联酋和加鹏则投了支持票 剩下的阿尔巴尼亚 巴西 厄瓜多尔 法国 加纳 日本 马尔他 莫桑比克 瑞士则投了弃权票 美国的决议草案则是被中俄一票否决 此外 还有一个国家投了反对票以及两张弃权票 美国在当地时间25日晚间提出的这份决议草案中主要内容是 一 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敌对行动 特别强调谴责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团体 二 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三 以色列拥有自卫权 四 要求所有国家停止向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民兵和恐怖组织 包括哈马斯出口武器 五 针对以色列要求加沙地带北部平民难撤的撤离令 草案重申 任何人员流动都必须是自愿安全且符合国际法 特别的是 草案没有提及停火措辞 只是呼吁采取一切措施 特别是包括人道主义暂停 此次投票表决结果是 在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 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加鹏 阿尔巴尼亚 加纳 马尔他 瑞士 厄瓜多尔十国投了赞成票 巴西 莫桑比克两国弃权 俄罗斯 中国 阿联酋三国反对 虽然表决获得法定至少9票赞成 但由于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 草案未获通过 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分别阐述了否决美国提出的草案的理由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 中方对草案投下反对票 是基于事实 基于法律 基于良知 基于正义 也基于来自全世界 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呼声 张军指出 美国提出的新决议草案 抛开各成员既有共识 纳入许多尚存重大分歧 远远超出人道范畴的内容 中国 俄罗斯 巴西 阿联酋等国家对文案提出修改意见 但提案国无视各方重大关切 仅对决议做出象征性改动 从内容上看 这一草案严重失衡 混淆基本是非 从做法上看 这一草案匆匆出台 缺乏应有共识 从效果上看 这一草案没有反映全世界关于停火止战等最强烈呼声 无助于解决问题 张军强调 中方绝不是反对安理会行动 而是反对决议草案在停火止战这一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上 回避闪躲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甲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 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是一种战术伎俩 其目的是给以色列的地面军事行动开绿灯 如果通过的话 就相当于联合国安理会给以色列颁发的一张地面军事行动许可证 目前 以色列的地面攻势迟迟没有展开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道主义问题 地面攻势势必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以色列遭到广泛谴责的背景下 强行发起地面攻势 会让以色列在舆论方面陷入更大的被动 而美国试图通过一份安理会的决议为以色列背书 以赋予以色列无限自卫的权力 所以说 美国提出的草案根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让这样一份草案通过 巴勒斯坦人将会遭遇更大的悲剧 中方代表在辩论期间指出 现在优先级最高的事项是停火止战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如果不停火 危机就会持续蔓延不断扩大 这对于全世界来说都不是好事 尤其是对于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社会 冲突扩大化 势必会让本就尖锐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灾难 战争没有赢家 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引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 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现在美国仍在支持战争 到底有何局心 美国如果真的想要解决问题 就应该回到政治途径上 推动双方和解 一味的推动战争结果只能是更加对立 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 在投票后的发言阶段 以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 矛头直指中俄 抨击投下反对票的中国俄罗斯和阿联酋 声称对此感到震惊 并表示强烈不满 埃尔丹还提到 俄方提出的决议草案 是在试图绑住以色列的手脚 以阻止以色列消除所谓的生存威胁 并允许种族灭绝恐怖分子 重整旗鼓 再次袭击以色列 对此 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张军 当场予以回应 明确指出 以色列把中国当成对手 是选错了对象 中方从一开始 就以非常明确无误的语言 谴责一切伤害平民 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这包括巴勒斯坦平民 也包括以色列平民 中方不否认以色列的安全关切 但主张巴勒斯坦的安全关切 与合法权力 也应获得同等重视 不能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 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 张军大使还提醒以色列方面 安理会上周一份 包含谴责哈马斯的决议 中国投了赞成票 而这项决议遭到了否决 张军大使这番表态 信息量极大 整体而言有理有结 但同时包含了对以色列的警告 胡乱拉扯仇恨要不得 不过 以色列能听进去几分 也是一个问题 近几天 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的表现 气焰极其嚣张 甚至可以说是狂妄 在这次应对中俄之前 以色列还针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闹出了一个国际大新闻 事件的起因是 古特雷斯置凭巴以冲突时 说了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出有因 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56年 令人窒息的占领 随即 以色列方面要求古特雷斯辞职或者道歉 并公开表示 要给联合国一个教训 而以方所谓的教训 则是拒绝给联合国代表发放签证 事实上 古特雷斯在安理会的发言 符合他在巴以冲突上的一贯立场 而且 古特雷斯的话 也只不过是说出了历史事实 这都让以色列觉得不能接受 那么 肯定不是古特雷斯有问题 而是以色列不尊重历史 只看到自身流血受伤 却无视巴勒斯坦人民承受的苦难 他们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结合当前情况来看 以色列目前的心态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 但无论如何 以色列想要碰瓷中国 真把中国当对手 最终只会自讨苦吃 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 说出的话 国际社会必须倾听 中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正义立场 同样也获得多数国家支持 巴以冲突绵延至今 以色列依仗美国和西方阵营的支持 通过渐进式蚕食 以及所谓的开拓居住点 逐渐将巴勒斯坦人民赶进加沙 这一露天集中营 扩大实际控制范围 中国等遵循国际义务和道德的国家 则始终支持以两国方案 解决巴以双方的矛盾分歧 对于新一轮巴以冲突 中国也不断呼吁各方停火指战 不要让人道主义灾难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不知所谓的指责中国 唯一合理的解释 可能是以方并不希望停火指战 反而试图将自身塑造成受害者角色 为进一步扩大实控区域 驱赶巴勒斯坦人民 创造有利国际空间 但还是那句话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 使用血与火的暴力手段 只会让局势更加不可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